现在看到这一次的国庆晚会 刚好是江会的复出演唱 不过有不少的长辈都来抢看江会复出 虽然是不熟整个抢票的流程 但是家里的年轻人是帮忙抢到票 真的是超开心的 但是不过这一次因为总统赖清德会到场致辞 所以现场的维安是高规格 有满满的国安人员之外 也特勤是持了冲锋枪和步枪随时巡逻 国庆晚会一大亮点 台语金曲歌后将会复出演唱 长辈们超嗨 网路抢票不熟没关系 家里年轻人帮搞定 有有有 票抢了多久 年轻人抢的 跳喜物抢的 不知道 预计有两万人可以进入大巨蛋内 欣赏国庆晚会 赖总统也将到场致辞 为了因总统赖清德要来参加国庆晚会 虽然六点才开始 但民众要提前两个小时 来到现场排队安检 不只要安检 场内也满满警察特勤国安人员高规格看待 也有特勤随时持冲锋枪 步枪巡逻戒备 警犬也出动 场内围安也用手电筒再三查看座位 为安要做到滴水不漏 入场过程并不会逐一抽查证件 只是就怕有比较大的动作表现 象征民众一身国旗装 国旗包包就被多确认一下身份 而拉长进场时间也是为了避免人潮拥塞 这个安检人通道蛮多的 蛮顺利的 担心说会什么检查 花很多时间都很不顺利 全心会死 我是一个89岁的老奶 老人 爱国的心 我们爱中华民国 爱台湾 场内每个座位也摆上小国旗 大剧弹内将出现国旗海 庆祝国庆日 TVS新闻 傅定华吴俊伟 刘婷婷 刘婷庄开 原生小组 台北常不倒 好 国庆晚会记者刘婷婷 仍在现场 那么今年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二姐将会的复出表演 要跟婷婷请教 现场的观众 反应是如何呢 好的 所有观众 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台北大剧案 登场的国庆晚会 就在刚刚一分钟前 已经原版的结束了 可以看到 今天有两万人 齐聚台北大剧 但主要除了看国庆晚会 当然最重要的重头戏 就是要来看 二姐江贵的演唱 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现场的观众朋友 都是听得如失如罪 那来看到江贵 也特别带来了 他自己的两首经典的歌曲 包括了咖喱兰丢丢 还有鸡翁 那外呢 他也是在多加码 唱了一首 也就是邓帝君的甜蜜蜜 那来看到呢 其实二姐江贵 自过去丰满之后呢 至今其实已经很多年 并没有出现在 观众朋友的眼前了 所以呢 很多人其实都是 冲着江贵的歌 还有她这次会 登上国庆晚会的舞台 特别呢 要来抢 来看国庆晚会的 这次的演出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江贵今天的表演呢 当然也是 有她过去的水准 也是非常高水准的 另外呢 可以看到 因为在现场 其实今天是台北大区段的压力测试 那当然在压力测试的部分 当然因为过去 其实都是举办这个运动赛事 那今天呢 是第一次举办非运动赛事 当然也是 也被视为要为年末的演唱 会做这个压力测试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还有这个江贵 当然就是现场 很多的观众朋友呢 都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他们对于江贵在当中 就是她先唱了前面的 两首季的纪念歌曲 刚刚提到包括 《甘连丢丢丢》 还有《Gay Out》之后 开始跟观众朋友 做些互动 所以呢包括说 亏自己说 其实登台的时候呢 还是觉得 哎呀满紧张的 然后现场呢 也觉得江贵真的呢 非常的平易近人 那现场她的歌迷呢 也是不断的鼓掌 不断的拍手 甚至喊出 江贵我爱你 而江贵呢 她有特别提到呢 她在这个 原本是只能唱 她自己两首歌的 但是她有特别 跟主管单位来提到说 可不可以再加买一首歌啊 那最后呢 她就唱了 邓丽君的《甜蜜蜜》 那唱到《甜蜜蜜》的期间呢 她有特别cue了台下的 台北市长蒋冠安 那因为蒋冠安呢 其实她过去 也非常公开的说呢 她就是江贵的粉丝 所以呢 那个江贵也特别说 啊 江市长啊 你的歌声真的很好啊 那当然也是跟台下 有着很互动 那她当然也是带来了 自己的乐队 那当中有包括 大琴 小琴琴 还有这个经典的 这些乐团 所以当中呢 这个现场的 这个氛围呢 真的是相当的好啊 那当然大家也是 对于江贵 能够荣登国庆晚会 同时呢 也来帮中华民国的 国庆日 一起来同庆 大家都是感到 非常开心的主播 好 刚刚婷婷提到呢 这算是大巨蛋 压力测试 是第一次举办 非球类的活动 大型演出 那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之后 还有好几场的演唱会 要陆续举办了 婷婷您的观察 现场的效果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哦 确实就是刚刚第一题 所提到的哦 就是台北大巨蛋呢 今天对于 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又或者是 这个台北大巨蛋的 主单位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压力测试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过去都是举办了 棒球类的这些赛事哦 但是呢 要能不能在年末 包括天王周杰伦 以及天后张惠美的 演唱会这个部分呢 能不能能够把大巨蛋 同样也是举办 像是演唱会 或是非球类赛事的 这个场馆呢 当然今天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啊 当然他们是把 我们现在所在的 那里的位置呢 是作为主要的 这个观众席 那另外呢 在前面球场的位置呢 就过去的人工草皮的部分呢 他们是特别铺上 这个灰白色的这个帆布 然后呢 同样也是把这个 这个空台啊 还有这些座位啊 所谓的摇滚区呢 也就是放在 这个位置当中 而在过去的 外演这个位置呢 则是搭起了 这个演唱会的舞台 那当然今天呢 要来测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 现场的音效 到底如何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全场下来 几乎都没有听到 任何的这个音响 有出现破音 或是刺耳的声音 所以呢 堪称这个音响效果还不错 那我们坐在这个 二楼这个位置呢 也没有听到这个 歌声或者是 主持人的麦克风 有所谓 delay的问题 就可能会 差个一两秒 这边都是没有听到 所以堪称其实 今天的主办单位 在这个音响 音响的部分都是蛮好的 那另外还要包括在灯光 还有像是现场 例如说他们的一些 这个舞台上面的效果呢 他们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那其实 因为其实现场 今天他们所提供的小物 并没有荧光棒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们反倒是提供了国旗 另外还有这个 应援的小扇子 那其实大家都是 蛮挥舞的国旗的 所以其实现场的 大家也会拿出自己的手机 来使用这个手电筒呢 来做这个应援的这个活动 那其实在今天的音响 音响效果部分呢 就刚刚提到 其实还是蛮好的 所以大概来说呢 在台北大剧 今天的体验 还是蛮好的 那当然过去 大家会关心 有没有漏水的问题 由于今天台北市 到了晚间呢 其实今天是没有下雨的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 之前大家担心的障碍呢 今天也没有碰到了 主播 好 我们从搜索楼画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现场的人潮 真的是非常的多 听说有超过 2万人斗场 不过晚会结束之后 这超过2万的人潮 疏散的情况是如何呢 要继续交给婷婷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2万人进场 今天的提前的安检 维安工作呢 也是从上午4点 就已经展开 已经来开启 然后让民众可以来辱场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状况啊 就是 就是在江汇演唱完之后呢 其实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都提前离席了 所以呢 原本看呢 在这个 尤其在 那野二楼 或者是还有底下这个位置呢 就是有 这个原本球场 自己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都是坐屋虚企的状况之下呢 可是可以看到 在大概晚间 8点到8点半之间呢 就有非常多的民众呢 就已经 自己就离开了 那我们稍稍有进行访问了 那大部分就说啊 因为其实精彩的节目 他们都已经看了 因为包括像是歌手相会啊 王菲啊 都唱了 他们都觉得 哦 此生呢 都觉得心满意足了 但是一方面也是非常担心 散场的交通 所以呢 也就提前离场了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呢 也有访问到了 这个艺人周游 那他是表示说呢 其实他的位置啊 距离这个舞台还是有点远 虽然今天演唱会 这个国庆晚会呢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但是呢 这个距离太远 感觉舞台上看不清楚 但是他也是 特别提到 他觉得国庆晚会 真的非常的棒 那可以看到呢 刚刚提到 非常多人已经离场 当然也就让 这整个晚会 也是蛮圆满的结束了 但是在台北一大巨蛋 今天却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网路的部分 非常的不稳定 那由于呢 两万人同事 就算呢 有多加 这个相关的一些 激励台啊 还有包括这个 行动的激励台呢 可是在现场的 很多的观众朋友 其实在媒体这边也是反映 包括自己的 4G的手机讯号 就算是5G呢 也是相当的弱 这部分可能在未来呢 也要进行同盘检讨了 以上是在现场 为你展示最新资讯 好我们谢谢婷婷 我们带来现场的最新观察 那么今天这个晚会的 其中一个重头戏 就是台语歌后江慧 风埋九年 终于是复出现唱了 她一连是带来了 三首经典歌曲 掀起了歌迷 满满的回忆沙 从她出场到离开舞台 全场尖叫声 都没有断过 好久不见的二姐江慧 她终于来了 身穿一身黑色套装 还点缀亮片 整个人看起来闪闪发光 真的是很多年没有见到她 一站上舞台台下2万名观众 相当激动 尖叫声从来没有停过 风埋九年 这次江慧站上大巨蛋舞台 为国庆晚宴献唱经典歌曲 《咖哩咬哩》还有《假奥》 特别选了这两首最经典的歌曲 带领观众陷入满满回忆沙 不过江慧也说 自己久违站上正式舞台 其实内心非常紧张 唱到一半甚至快哭了 但是看到大家真的很感动 因此要求多唱一首《甜蜜蜜》 送给台下观众 就是希望将甜蜜蜜的欢快气氛 感染所有人 到了歌曲尾声将会大声喊话 谢谢大家也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随后走上升降区 缓缓离开 睽違多年的复出舞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另外来看到 这次的台风是夹带了 丰沛的雨量灌进北海岸 新北市的万里有民宅 被大量的泥沙冲刷 不仅是淹坏了住家的客厅 连新车也被灭顶 有宫庙甚至被土石榴给淹没 附近的居民说 从监视器看到整个过程 无奈地说 住在这边55年来 是第一次这么严重 消防车不断鸣地还按喇叭 整条大马路淹大水 没想到还有驾驶 只踩油门想要往前 从驾驶座的视角看得更清楚 阳津公路5号上午仍然大雨不断 马路上的激烟水一时间排不掉 开车就像是在开船 转头看看旁边的溪流 泥江滚滚冲刷 水流速度相当猛烈 有驾驶发现无法前进 赶紧把车子开到安全区域 而这条马路的另外一侧更惊悚 整条路被削了一大块 好在当下没有人车掉下去 路面是因为上面排血沟阻塞 然后整个阴路里面来 现在是整个都冲刷下去了 新北市万里42号 累计雨量达到了508.5毫米 整个北海岸到处都在沿 新北万里4号累计雨量达到508.5毫米 整个北海岸到处都在淹水 在圆潭路由土石冲进了民宅 居民把家电搬到高处 客厅都是泥巴 怎么扫也扫不干净 墙壁上也留下了明显的水痕 连刚买的新车也被灭顶 住户无奈的说 这根本没办法修 只能直接报废 类似状况不止这里 在金山月梅长新宫遭受豪雨轰炸之后 也被土石流淹没 住在这里55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好在当下不在家 是透过监视器才看到水流冲刷 觉着滚滚泥浆挡住了出入口 庙前的石头没有移开 恐怕也难以走进家门 这一次新北市的金山万里 因为大雨是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万里出现的总统赖清德 今天是没有去现场开勘灾 反而是南下到政治本命区 台南来拜庙 赖清德在致死的时候 就表示明天他就会到新北来勘灾 总统赖清德回本命区台南拜庙 一旁一部一区 跟着的是有意参选下届台南市长的 陈廷飞和林俊宪 两个都介绍谁也不得罪 但台南政治本命区和新北家乡万里区 赖清德选了台南市 说要为台湾祈福 仍在台南拜庙的赖总统家乡万里 正饱受豪雨之苦 上叫赖清德在南台湾忙拜庙同时 新北市长仍在新北万里忙勘灾 让然以立委质疑总统大小眼 如果说赖清德总统能够亲自来关心 并且协调跨部位来协助的话 我想乡亲们都能够感受到 总统对家乡的关怀 兰伟的十一总统听到了 而他也趁机向在野立委喊话 封在过后总统南下忙拜庙 与其祈求老天保佑 不如拿出实际行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除了淹水灾情 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新北市金山区在四号是单日雨量破500毫米 有一对地瓜农夫妻吃饭回家的时候 住家外整条路是严重淹水 水深急腰 这个妻子她疑似是不小心滑倒 丈夫伸手救援也是跟着跌倒 两个人被大水冲走 最后城市在距离50公尺外的松树原 邻居意外拍下了这张照片 竟然变成最后身影 在大雨中撑着伞一起往前走的两人 就是罹难的地瓜农夫妻 也看到当时溪水暴涨 水深已经挤摇 夫妻朗的儿女家属们抵达殡仪馆 女儿从中立赶回家见父母最后一面 也在个人社群写下 一夜之间我没有爸爸妈妈了 电行一家人也住附近 后来才得知二号 四号新北市金山区潭子内 单日雨量破500毫米 根据女儿说法 夫妻朗外出吃饭时 当下没有风雨 结果回家就淹大水 疑似妻子没站稳滑倒 丈夫伸手要救援 也一起跌倒 两人被吸水冲到50公尺外的 这片松树原卡在大树旁边 被发现时已经身亡 因为清水溪溃体 吸水全冲进来 到现在都还在淹水 儿女都在外打拼 夫妻俩相依为命 偏偏遇上即2017年六月水灾以来 更严重的灾情 丈夫的哥哥在安乐区当里长 她说没有要怪谁 但或许很多事都可以预防 无形洪水带走两条人命 造成家庭破碎 夫妻俩牵着手 一位前行的这张照片 成了跟家人的诀别 山陀尔台风这次带来了超大豪雨 北海岸的灾情非常的严重 新北市金山阳金公路 有多处的路段是紧急封闭 虽然陆续开通 但是仍然有两个路段维持封路 仅销四号下午 陆续是接到了淹水通报之后 整个下午到晚上灾情不断 市区道路淹成了黄河 寸目难行 大马路淹成了黄河 居民们站在车道上 别说机车没办法骑 连走路都是寸步难行 整条大马路淹到看不到路面 汽车泡在水中淹个半个车身 而水流也相当湍急 附近居民拍下了惊悚景象 简直吓坏 水是一直下雨 然后到下午的两点多以后 那又感觉到那个河水气水爆炸 今天大概有半人高都有 那比较我们严重是我们后方师弟 这个三界团村这个地方 还有那个连团区域的地方 都淹得很高 都有150公分以上 山陀的台风很早 新北市金山 有一间知名无菜单料理的餐厅外头 大马路淹大水 好在餐厅地势比较高一点点 没有严重灾情 直就在这个月的四号 这里下大雨 下午两点多 紧销得知台二线开始淹水之后 不到五分钟 三界里也传出淹水 没多久比较南边的 原潭溪开始暴涨 阳京公路传出有落石和土石流 到了三点钟 金山老街开始淹 大约三点半大棚地区 水淹到肚子这么高 整条阳京公路多处路段 大面积落石 这样的灾情一传出 相关单位紧急出动 封路协助指引交通 市长晚间也来到了 金山中角国小视察 根据统计在暴雨之下 金山地区封路地段 包括了阳京公路 转巴拉卡0.2公里处 阳明山天籁度假酒店 土石摊坊 大棚派出所前 淡京公路 法谷路口 路面淹水 道路封闭 五号大部分的道路都开放 但是天籁度假酒店 还有阳京公路部分路段 仍在封闭中 根据气象数 24小时累计雨量 西美市金山区 一度达到621.0毫米 市区道路水淹成河 虽然水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是后续清淤 善后店家 住家恐怕都很头痛 TVB宣众报道 这一次光是金山地区 就降下了超过日雨量500毫米 大马路淹大水 就连知名景点金山老街 也是泡在水中 有许多店家的物品 就飘在水面上面 随着风雨趋缓 五号的上午 水是终于退了 而民众也开始打扫整理 希望可以尽快恢复原本的样貌 民众趁着雨伞 涉水走在路上 每走一步都要非常小心 北海岸在4号下半天 降下大雨 金山地区光是4号一整天 日雨量就超过500毫米 不只马路上淹大水 知名景点金山老街 也同样泡在水中 店家的许多物品 就飘在水面上 民众全都放慢速度经过 有民众就涉水 趁着雨室稍微趋缓 从4号晚间就开始打扫家园 来到5号上半天 水终于退得差不多 不过现场满地泥泥 许多店家纷纷赶到店内 拿起拖把扫把整理店铺 衣服今天我们早上 昨天晚上半夜就来用到现在了 真的害死人了 从来没有过 已经几十年了 都没有这样子的 甚至有店家冰柜全都泡在水中 错落在家中角落东倒西歪 不过不幸中的大幸 在淹水前就先做好断电措施 民众持续打扫家园 满事无奈 这回北海岸排风伴随东北季风 加上共犯效应影响 降下大雨造成灾情 现在民众只希望 可以尽快恢复原本样貌 TB新闻 延山分流 新回黄俊伟 杨琪新北采访报道 好 这一次金山烟大水 也是大大的影响到了交通 像是附近的台大金山分院 当时有医生要换班 却遇到了大水 根本就无法往前 院长说不忍心 白班的同仁连续24小时上班 也为了居民的健康 于是请求消防分队协助 最后是搭了橡皮艇 医师才顺利到院 如果泥流不断往下冲刷 还夹带许多花盆 及树枝土石 让一旁民众全都看傻眼 原本汽车行驶的大马路 现在却汪洋一片 变成橡皮艇行驶在上头 新北金山四号一整天降下大雨 不只多出淹水造成灾情 也影响到当地医院 当时就有台大总院医师 和护理师要到金山分院交班 却卡在大棚国小前 而国小到大棚派出所 比较地挖出现淹水灾情 医护人员受控好几个小时 听到消息的院长 随即通报警消 协调出动橡皮艇救援 当时台大总院的医师就把车停在超商外头 在徒步走到大棚国小改搭橡皮艇 差不多350公尺距离 在由院房接驳到医院 医护同仁跟其他的人员 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外地去那边服务民众的 所以交通受阻之后 他们就不容易回去 那是显示说我们那地方是一个医疗 比较不足的地方 五分医护人员眼看积水不退 一度要待在医院过夜五号才回家 幸好在接近四号晚间十一点 沿见水终于比较退了 才好不容易离开医院 而院内也有许多看完病的病患 被淹水困住 最后在院方的照顾下 顺利度过漫长夜晚 这次还有驾驶出门 帮公司送货 要从淡水回到基隆的时候 到处都是淹水 甚至往山区走 还遇到了土石流 好不容易等到积水退了 但是泥地又导致了交通打劫 回到家 已经是五月十二点了 真的好恐怖 地面上滚滚流水 汽车要经过都得放慢 速度 驾驶小心翼翼开过去 就怕一个不小心 困在水中央 不要不要不要 那边已经淹到这样子 不要过 游软车已经淹到 不行不要走 民众出门工作 却一路上卡卡卡 四号北海岸下起好大雨 各地接连发生淹水 及土石坍塌情形 新北有一名郑先生 四号下午两点多 帮公司送肥皂到淡水老街 回程的时候 开到中角湾附近 却遇到淹水被卡住 最后费了一番功夫 下午四点终于抵达 位于金山的公司 就遇到大淹水 等到傍晚六点多到七点之间 水终于有退去的迹象 才在慢慢开回基隆住家 不过一路上 地上满是泥泥 光是从金山到基隆 就花了六个小时 我当时淹水程度 就是它旁边的那个 清水溪啊 还有田 全部都是满出来的 差不多到大整一半 当时候那个 五点多的时候 就是卡卡那边的时候 消防他们也都是过不去的 所有人都卡在一起 驾驶直呼好无奈 不过北海岸大雨不断 多处交通大打劫 四号傍晚从金山开 往基隆路上 遇上大淹水 许多车辆被卡在路上 动弹不得 加上有民众被大雨困住 大批警消人员进行搜救 有公司为了怕一旁民众 淋雨感冒 就开放民众 进公车躲雨 等多久了 三个小时了 三个小时 北海岸这回遭到好大雨侵袭 淹水灾情影响民众生活 也打乱路上交通 TBS新闻 试协员严盛番杨琪 新北基隆采访报道 山陀尔台风为高雄 带来了17级的强风 造成许多树木青岛断裂 青运断幕的车 是一辆借着一辆没有停过 而师府宣布 只要是因为路数青岛 压损建物民宅 或是店家的招牌 将会提供专案补助 1万元的救助金 青运断幕的货车 一辆借一辆进场 看到没这树木 都堆得跟山一样高了 统计到了今天中午 5号的中午 载运这一些断幕 到苗圃厂来 存放的这些车次 就有200辆的车次 4号当天 司机可是连续12小时没下车 中午晚上全在车上吃便当 连续就整个半夜 昨天也是到 好像那一层三四点 他们也很辛苦 工作人员忙翻 这强风吹倒路数 不仅砸破球场旁的浙光照 也把店家的大型看板砸歪了 好不容易才把树木拒开 拆下招牌 师傅说如果是四霞树木 因为台风倾倒 压损建物民宅 或是店家的招牌 将专案补助1万元 多少补一下也好 这1万块钱你够吗 当然是不够 因为我外面也都坏掉 不论是树崖倒房子 导致家中轻钢架掉落变形 还是招牌被陆树击中 民众都认为 这补助款实在不够用 除了房屋 毁损不堪居住 可补助之外 低收集中低收入 房屋毁损达四分之一 每户补助1万5千元 房屋淹水达50公分 每户救助金1万5千元 未达50公分则5千块 至于泡水车的未助金 汽车及大型重机最高2万 一般机车最高2千 从7号起到11月6号为止 民众可以减负证明提出申请 Tripe EBS新闻 方志成 许立凡 洪彩伦 高雄报道 台风造成了不少地方淹水 就民众的电动车是泡在水里 故障送修 而达人就说 电动车虽然是有基本的涉水能力 但是整辆车泡水还是会坏 严重的话还会伤到电池 而原厂的维修恐怕要100万元 建议车主先让车辆完全断电 并且尽快送到维修厂来帮忙处理 台风过后很多民众的爱车泡水了 像是这一辆特斯拉 就是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不过这个电动车在维修 或是检查的时候 都有一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停车场灌进脏水 一辆一辆车子泡汤 这样的画面台风过后常见 车主实在好心疼 像是这辆特斯拉车主住在台南 台风天只是开进地下道 结果积水高度到了轮胎的一半高 就出现问题送来检修 大部分都还发生在室内 室内插头很多都已经有泡到水的痕迹 整辆车拆开里外仔细检查 泡水主要的灾情出现在插头 这是容易损坏的零件 如果淹水比较深 严重一点伤到大电池 或出现生锈状况 处理上就会更加麻烦 以这一辆的状况来说 原厂维修价格恐怕会来到100万元 把大电小电给断开 一定要断开 我们再去做操作维修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要去用电脑去诊断 它的回路哪边是有阻碍的 达人也提醒车主 如果电动车泡水了 第一时间要注意把断电拉环拉断 确保整辆车不通电 避免触电以及零件损坏 再来就是赶快叫脱掉 请维修厂再走 维修前尽量不要自己操作启动 之后再由师傅签清洁在手里 至于电动车跟油车的差别 因为油车有进气系统 如果渗水恐怕整组引擎爆销 导致汽车无法动弹 而电动车大多有基本的涉水能力 但整辆车都泡在水里面 真的无法保证不会坏掉 只能说台风来临之前 民众还是要先把爱车 从低洼处移开 避免泡水之后 还得花大笔钱来维修 TVBS新闻 黄冠、黄凯敬、桃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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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会想发现 我会想发现